这个是圣诞老爷爷 他给朋友们准备好了姜饼人 然后呢 现在我要送给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页呢 主要就是单词的一个学习 招给老师们做了一个示例 可以把单词和拼音都写上 一共有六份礼物 有六和姜饼人 我们可以学习六个单词 然后这一个页面呢 是一个连线题 根据闪烁的这个姜饼人 来选择对应的搭配 可以选择的搭配 所以这个地方老师可以直接填写拼音 或者是填写一个搭配的动词 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过圣诞节 那如果选择错误的话会有提示 选择正确的话 那么连线就成功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单词 那现在我们全部连线正确 姜饼人就可以送给小朋友了 这个地方呢 可以把上一个页面 你们搭配好的词组 直接再填写在这个地方 让小朋友们可以再复习一下 好我们再来一组 这个是连词成句 正确的话老师就可以点击下一页 然后姜饼人就可以送给这个小朋友了 注意一下呢 这一页的单词框 一定是要从上一页复制过来 我后面会再讲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组 这个地方呢 做了三组这样的一个连线图 分别送给三个小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课件呢 单词修改 都是直接就可以修改的 这些文字 图片都不用变动 老师们也不用去动它 只需要在这个地方修改 这个里面的文字就可以了 文字是没有动画的 所以不会受影响 这也是 好 然后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老师们记得呢 在这一个文字框里边 把文字都填写好了以后 需要选中所有的文字框 选中了以后 把这些文字框 直接复制到这一个页面上面来 复制过来以后 再来调一下顺序 好调整了顺序以后呢 可以选中所有 我们在格式这里 稍微对齐一下 把标点符号也排上 然后再把它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面 这个页面 这句话老师们可以删掉 这个只是为了给老师们一个介绍 应该怎么来制作这页 一定要采用复制的方法 否则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切换里面的平滑效果的 只有选择了复制 我们才可以实现一个平滑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它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滑效果 好 对 感谢观看